大家好,我是熊王 今天不讲健身,也不讲美食 现在大家都炒股 那今天就说说股票这个事儿 今天聊一下期权交易 今天我想通过理论加时间 把这个期权交易的问题说明白了 用大白话讲明白了,开始上课 讲之前,先打一个比方哈 李大婶卖鸡蛋一块二一个 王大婶想按照一块钱的价格买 两个人经过讨价还价 还是没达成一致意见,杂整 李大婶根据自己多年卖鸡蛋的经验 认为随着天气的变暖 鸡蛋的保存期缩短 市场价格在短期内可能会降到八毛钱一个 王大婶则认为近期卖蛋的 会去做其他更赚钱的生意 卖蛋的人少了 导致鸡蛋价格上涨有可能会涨到一块三一个 大婶们在打好各自的如意算盘之后 相约了一个未来的协定 大致的内容是这样的 如果在一个月内 鸡蛋的市场价格跌到一块钱以下 李大婶可以按照一块的价格 卖给王大婶一百个鸡蛋 前提是李大婶需要提前支付给王大婶十块钱的合约金 这个协定似乎对双方都有利 李大婶通过支付少量的合约金 避免了今后因鸡蛋价格暴跌 导致的经济损失 因为即使后面鸡蛋价格跌到一分钱一个 王大婶还是铁定会按照一块钱的价格 从李大婶那里购买一百个鸡蛋 而对于王大婶来说 提前收起了十块钱的合约金 如果鸡蛋价格不变或者上涨 就相当于白减了十块钱 万一今后鸡蛋的市场价格稍稍降到一块钱左右 按照一块钱一个买回来 也比现在花一块二一个合算一些 一个月过去了 鸡蛋的市场价格始终维持在一块钱以上 王大婶通过这个类似股票 卖出看跌期权的策略 赚到了十块钱 当然股票期权交易的种类有很多 最基本的有四种 分别是 一卖出看跌期权 sell put 二买入看涨期权 buy call 三卖出看涨期权 sell call 四买入看跌期权 buy put 我对于这四种期权策略的利弊 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做一个截图收藏 简而言之 卖出期权的人 无论是卖看涨期权 还是卖看跌期权 都会收获一定数量的权利金 如果你看涨一只股票 可以选择买入看涨期权 也就是buy call 或者卖出看跌期权 sell put 相反 如果你看跌这只股票 可以买buy put 或者是sell call 大家熟知的wall street best 小伞们对抗华尔街空投的经典案例中 空投机构们扮演的角色就是 卖出 看涨期权 看空GME的股价 希望打压股价 获取 暴力 而WSB的Ulo散户们联合起来 对抗空投 通过疯狂买入GME的正股 或者是买入GME的看涨期权 来抬高股价 导致股价升天 从而挤爆空投 一战风神 这次我会重点介绍 卖出看跌期权 并且在TD券商平台演示 如何卖出看跌期权 来赚取权利金 我选择卖出一手的 Palantir的看跌期权 这个交易获得的权利金比较少 因为其潜在的风险比较低 下面展示一下 如何卖出看跌期权 为了做这期的视频 我做了一个实战演示 2月11号 我在TD券商平台上 按照一股一毛三的价格 卖了一手 2月12号到期的 Palantir的股票 卷商同时收取了6毛5的 Commission和一分钱的 Regulation fee 实际到账是12块3毛4 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Palantir11号当天的股价在35美金左右 我预期呢 Palantir的股票呢 会涨 或者呢 小幅的震荡一点点 不大可能会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跌到31块5以下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12块3毛4的权利金 就赚到手了 第二天 2月12号当天 Palantir的股票最低跌到31块5以下 理论上如果是对方行权的话 我是有义务按照31块5的价格买入100股 Palantir的 买期权的一方有权利决定是否行权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并没有被强制要求买入股票 很可能是收盘的价格实际上高出了我定的行权价 31块5 如果当天收盘价格低于31块5的话 比如30块 结果就会有不同了 先登录到我的TD券商平台 鼠标移至Trad主菜单 在紫菜单中点击Options选项 会进入到期权交易界面 在Underlying Symbol的输入框中输入股票代码 下一步点击Option Chain 弹出一个小的界面 这里可以观看当前Call Put Option的价格表 根据这份表格 我们可以选择期权到期日 也就是Expiration Date 同时设定行权价格 Strike Price 比方说当前Palantir的股票价格是31块9毛1 我选择卖出Put Option的行权价格 一般要比当前价格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29块5 在右侧Put列表中点击Strike Price 29块5 对应的Bit下面的价格1块4毛4 系统会自动帮你添入一些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Action的下拉菜单 已经选择了Sell to Open 期权到期日和行权价格也被自动添好 你只需要输入Contracts的数量 请注意一下 一个Contract相当于100股 设置好你想要卖出Put Option的价格 这个价格可以设定在1块4毛4和1块6毛6之间 如果你想期权很快被卖出 最好把价格定在Bit Price 1块4毛4附近 你也可以把价格设置得更高 高风险高回报就是这个道理 Ask Price 1块6毛6附近 或者更高 假设我也希望按照1块6毛6一股的价格 卖出期权 我可以在Price框中输入1块6毛6 预览点击Review Order 就可以看到卖这手期权的收益 大概在165美金左右 核实无误之后 就可以通过点击Place Order按钮来提交订单了 这就是交易期权实战演示的全过程 希望这期的视频能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